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de on time 我們現在已經走進來這個 步道的入口 上去的景都非常非常漂亮 我們就沿著這個樓梯 Hi 我是小葉 今天帶大家來基隆這邊的 旺幽谷步道 被稱為是北海岸最美的 登山步道 這邊是可以看到一片的海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現在是在那個 65高地的停車場 然後現在這邊是有收費 平日是50一次 然後假日是100塊一次 那這邊其實算是 立屬於海洋科技博物館的一個管理範圍 然後到5點 現在目前是到6點 到6點以後這邊會關閉 就不能再進去了 那我們今天來看看這個 北海岸最美的步道 Let's go 剛剛是從下面海洋館的方向上來 然後車子上來之後 右邊有一個公測的位置 左手邊這邊就是停車場 然後停車費的部分是 平日50 50元一次 然後假日是100 然後營業時間是到6點 那進去以後 這邊就有一個 旺幽谷步道的起點 如果往右邊這邊走 這邊有一個告示台 往右邊這邊走就是 101高地 飛到101高地 然後80高地 會有一個4階平台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上去看一下 然後再到下面去走走 可以看到好美的 基隆 那我們現在先去 10高地 這是全日開放的 然後夜晚照明設備 還沒有提成 所以上去要小心 然後從這邊上去 騎機車過來進去 我們現在沿著這個 小山路上去 然後據當地 當地的蒂頭蛇表示 這邊是小情侶們 晚上來約會的 日本聖地 可以看到整個海洋的美景 這裡是80高地 然後我們要繼續往101高地走 不知道要走多久 還好今天天氣還算舒適 我們剛剛從這個下面上來 我們剛剛從這個下面上來 然後一隻往上走可以看到 右手邊那個很漂亮的美景 對然後這邊就是群山嘛 超美的 然後聽說 這邊很密集的地方就是九份 那我們要繼續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到101高地 那沿途可以欣賞 海邊的美景 那等一下走望幽谷步道的時候 會距離海更近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上走 已經可以看得到那個高地 一片平台的部分 沒有人 沒有人上來 還有今天沒有什麼太陽 還是沒什麼人 那我們要往那邊去看一下 海景的部分 我們就看到雞龍魚 雞龍魚就在前面了 這個101高地 這平台好大 看到一片藍天白魚 好漂亮喔 這邊聽說晚上是沒有光害的情況 可以看到滿天的心動 哇好漂亮喔 然後等一下還是從這邊下去之後 往往幽谷步道走 然後可以在這邊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101高地是可以一張滿清楚的地圖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 對這一條 往上 往上走 然後現在到101高地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從旁邊這條路下去 然後就可以到望幽谷步道 然後再走到這個綠色的線上 然後再走到這個綠色的線上 滿清楚的這個圖 比樓下的那個還好漂亮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 中間的一些景點海洋護衛官 然後超級公園 好 有人上來了 然後路口上來這邊 右手邊 有一個當心動物的告訴牌 所以這邊其實有一條路是可以往復育公園 然後裡面可能會遇到老鷹啊 那我們剛剛 有看到老鷹 超近的 叫黑鳩 老鷹的一種 哇 帥喔 掰掰 好了 那我們現在在101高地這邊已經休息了片刻 準備要到望幽谷步道的方向前進 就是到我們剛剛從下面上來的位置 我們來走走看這個傳說中最美的北海岸步道 望幽谷步道 那我們剛剛從101高地下來以後 現在第一個右手邊這邊 有一個 巴林高地的入口 然後我們現在要到巴林高地去走一走 我們看一隻貓咪 跑掉了 在那邊 一直聽到喵喵叫 好啦 那我們來巴林高地 看一看 那巴林高地這邊啊 它其實 路口處就是我們剛剛上來 要到101高地的時候 有一個告示棚 這個告示棚 然後往著它 左手邊的這個 這條路上去 就是巴林高地 那我們從這邊進去看看 巴林高地 它剛剛買了從101高地上面 有一條 小山路可以通到這邊 但看起來有點可怕 所以我們走大路 哇 哇 這邊有一個土台 好像高地就是土台 好像高地就是土台 這邊也是可以看到 海跟島嶼 這邊如果有很多情侶 要來約會的話 還滿 還滿多空地耶 這邊比較 上面稍微有遮蔽 不會怎麼止曬 還有一個 那 我們剛剛從巴林高地下來 然後準備要走 旺幽谷步道 就是剛剛一開始來介紹的這個步道的平台 然後它的步道是從旁邊這個樓梯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邊下去看看 聽說這邊就是整個步道下去的景點是很漂亮 好,Let's go 然後海邊那邊也有沿路有那個陸戰島 這個螺旋的樓梯感覺從下往上 從上往上應該也可以拍一到後面照 好,我們剛剛從那個白色樓梯下來 現在繼續往步道的方向走 那它步道其實都是這種十階的路 算是還蠻平穩的,蠻好走的 順著這個十階往下走 那步道其實坡度不會很高 它就是一直往海邊的方向走 然後往右邊這個方向就可以看到海 我們等一下往這邊走 那來到這邊的位置 這個入口的位置 它其實是有一個方向指示 就看你笑要往往幽谷 還是六五高地剛剛來的地方 那沒有的話我們就可以往海邊的方向走 那我們往這邊走 走進來我們往海邊的方向走 那到這邊人蠻多的 今天今天是平日耶 人出乎意料有比想像中的稍微多一點 大家都在這邊拍照 那我們現在已經走進來這個步道的 我們現在已經走進來這個步道的 我們現在已經走進來這個步道的 入口進來的這個木鑽道 我們現在要準備往上面走 那沿著海岸上去的景都非常非常漂亮 我們就沿著這個樓梯往上去開發 那我們沿著下面的步道往上走 我們沿著下面的步道往上走 你看到藍天板今天天氣非常非常好 真的就是靠著海邊的一個海徑的步道 很漂亮 然後下面的水有點乾淨到你會想要下去玩一下 然後再往前走 不確定還有多長 但是它總長好像不到兩公里 那繼續往前面走 拐一個彎再往下面 還好今天不熱 不然這邊其實沒有什麼遮蔽步 一直在走樓梯 看到那個後面 有一個延伸過去的步道 應該是往那邊走 然後上去那個方向 然後海邊就一直在我們的右手邊 那邊有一條剛剛講到的山路 步道往上走 然後我們現在繼續往樓梯下方前進 好我們現在走下來這個十日路口 看到有一個指示標 我們是從萬遊谷這邊來的 然後往另外一個方向它看起來是又回到萬遊谷 然後繼續往上面這邊走的話 上面有一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它是標示往遊庫跟斗子漁港的方向 有一點下雨了 好我們趕快看看 我們剛剛從下面岔路上來 然後往左手邊可以到一個涼亭 它也可以往下面走 它會是一個離海更近一點的一個碉堡的感覺 我們剛剛從上面這邊往下直走 現在到一個海防碉堡的位置 然後從海防碉堡這邊繼續往下走 就是到八斗子漁港 那我們打算就走到八斗子漁港之後再折返回去 那我們繼續往下面走 有點下雨 哇這個很像 很像那種萬里長生的感覺 有點下雨 我們剛剛往那邊從那個碉堡的方向下來 然後走過來之後現在街道的路 到了那種西施之路的感覺 然後我們繼續往漁港的方向 然後走到一片那個野林的感覺 耶我們剛剛從一片那個很像熱帶雨林的地方走下來以後 就到了這個遊庫口的旺遊谷的出口 那我們剛剛其實一開始來的時候 車子開到這個出口的位置 可是它不大好停車 所以我們才會回到 我一開始開頭那個幫大家介紹停車場的部分 那走出來之後 我們就打算從這個遊庫口的出口 再往回折返同一條路 不然從這邊會繞蠻大一圈的 那可以看一下就是 遊庫口這邊啊 就是會有看到蠻大的幾個雨 有點像遊庫舔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八斗子的漁港 然後如果你們從這個遊庫口上來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很可愛的裝置藝術的妹妹 然後旁邊也有一個造勢牌 OK那從那個剛剛那個裝置藝術的妹妹旁邊 有這個告示牌 我們就在告示牌旁邊幫大家做一個結尾 那這個望幽谷步道啊 它就是在北海岸基隆這邊 它是一個滿邊邊沿海的海洋步道啦 那平常來的時候它沒有什麼遮蔽物 雖然整體的地形算是滿平緩的 也不會破度太多 那長度的話大概兩公里以內就可以結束 但是因為沒有遮蔽物 夏天來會滿熱的 要記得防曬 那今天的望幽谷步道就幫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這種小步道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後面如果有更好玩的步道推薦 再推薦給你們囉 掰掰